大家好我是Eddy 今天來到我最熟悉的 Volkswagen 品牌 那今天是這個 R 車型的專屬的賽道日 那今天是媒體日 明天會有一般消費者來參加 就是車主或前客 那各位看到就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的市場 其實有算四台正R 一台這個 RT用 R Performance 但其他四台都是Golf R Varian T-Roc R 然後T-Guan R Golf R Golf R是這個最主要的核心 所有的技術跟性能跟賽道的紀錄保持都是它 但是首先它衍生 因為它不能代表所有車種 所以衍生出來的T-Roc R T-Guan R 或是Varian R 就形成了市場上很受歡迎的車系 那今天來很高興的有這個 R 的這個技術部門 我們地區的銷售主管 跟這個我們創下紀錄的Benny車手 來為我們做這個講解跟這個課程的分析 還有講述一下R的這個精神跟R在研究調教時候的特色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詳細的介紹 那現場來了四個車型的就是台灣在販售的四個車型的R 那我們要抽籤 我抽中的是Varian R跟這個T-Guan R都過300匹 都是性能端的車子 這次特別的是還有這個德國總部的這個人力支援 有這個紐柏林賽道紀錄保持的車手 也來到立保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那總部也派了這個地區的主管 重視這一次的賽道活動 那簡單來講就是Varian R跟最高的性能部門 馬力都是300匹 騎票310、320 那有跟車型不一樣 那主要都是四輪驅動 然後主打色都是藍色 那這就是R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來台灣呢? 因為台灣的這個R的銷售非常好 從2017年開始跟這個R Performance的相關 R Performance跟R在這幾年從18%成長到21%的 在福斯的車輛銷售上的佔比 所以是相當的應該說 相當的受到台灣消費者喜愛 那這點也促成了這個應該說 在市場上的這個受歡迎程度 引起德國的重視 所以德國就在疫情解禁的這個當下 就請了這個德國的總部的人來 長官來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R的這些特色 跟做一些賽道體驗 是第一個大直線 然後我們要停車 早上的台溫應該不太高 所以要稍微熱一下 可以感覺到就是這個 Briana的這個 因為有車紋 配重更好一點 尾巴也算靈活 然後它有這個 Full motion 這個四輪驅動的配置 轉彎是靈活的 這身剛性又好 真的是不太一樣的技術 雖然是這個旅行車 但Briana身為這個 也是它家族的車系 這個跑起來的這個動態感 我們定性 跟我們護引 上彎出彎 都很直接 唯一的是你在對賽道的熟悉度 跟車輛的極限 這點就是要靠熟悉 但媒體出事其實不太適合 開得太激烈 所以我們跟前車比較謹慎 跟隨 前方是GoR 跟提光R 那我抽到的是Briana R 就這台 還有提光R 等一下會進行提光R的試車 根據我之前 上禮拜才來看 駕鴨魚絲的經驗了 這個300匹的動力真的是 跑開很多啦 不能說260 270就差 但是這個馬力的差距 在這個加速上 會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當然這個先進好 這個賽道的操控的資格 再來談論馬力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但是不得不說這個馬力帶來的 這個痛快多 尤其又不是職業車的手 然後比較像這個賽道體驗的 這個邏輯 我們現在走到7.9.0 上車 上車 丟進來 丟進來 可以趕得到這個四驅在這個 抓力力上面的這個電控 插底也是 就是電子的插速器 的一些助動 有三圈 結束了 不多不少 涼圈太少 深圈應該什麼都剛好 可以看到這個 用幾乎的開發 是會很驅動的優勢 大馬力的很暢快 而這些呢 都會 這個應該說 它都把它 福斯都把它 壓縮在200萬左右的車價 或200出車的車價 這點對於市場的 這個競爭力 其實很有 創造了這個 200萬的車價 300 300匹馬力的 這一個代名詞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特別 而對於消費者 友善的一個 性能車的選擇 我們剛剛體驗完了 這個Golf的Veryon R 那現在回到這個市場 就是歡迎T1R的車型 然後呢 等一下就要進入賽道 做賽道的這個體驗 然後 T1R是一個很難得的 就是兼顧家庭使用 要出發了 兼顧家庭使用 跟性能的版本 那當然這個在 雙幣裡面 AMG 就能做到 但是在這個 國民車 就是國民品牌裡面 德系國民品牌 能夠有這樣的設定 其實還蠻令人 開心的 就跟我講的 就是大家都用這個 價格上的優勢 再來是300匹的動力 來讓消費者 覺得在性價比上 可以有滿意的這個表現 然後更厲害的是 T1R可以配這個 蝎子管 原廠就配蝎子管 那蝎子管也在 R的部門被認為是一個 好的合作對象 來 T1R比較大台 但是靈活 空間比較大 讓我們在開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 2 open 就是 一般來講 就是賽道賽車 都是雞雞小小的 這個車空間 因為是SUV 空間很大 有重 所以我們在開的時候呢 會覺得 身體會很大 很搖晃 腿會搖晃 不好做動作 要發一點力氣 支撐自己的這個 身體 的角度 有點像 這麼舒適的一堆 其實不太適合 做賽道 教練都非常的拼命 這個 這一個 可以長拼啊 可以出去以後 這個 殺到地啊 當然我覺得這個也是 可以考驗這個 我們講的 浮世的這個車型 變成像 在跟我們說很多問題 看賽道上會怎麼表現 車型比較大 因為大型的SUV 多少會有一點 轉向的時候的這個 重心關心 好 但直線是很厲害的 這就不會像小車這麼靈活 但是其實不像小車這麼靈活 4MOTION加DCC 應該是很厲害的 開速就會更厲害 但是需要一張 固定自己身體的一支 下車 緊彎 力保的地應該昨天下雨 今天有點微濕 但是太陽已經出來了 再逐漸把這個地上的時期 散掉 教練也比較速度放慢 我們也跟得上前車 在轉向角度上 比較和緩的速度 停順的速度 會更有助於我們順暢的 以這個高性能的角度 開完這個賽道 即便賽道是 不說 比較適合房車 這個就是斜轉的聲浪 垂直線 三檔 六千轉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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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接收 輪在旁邊 馬來 快速接收 快速接稿 快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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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沒有衛生 Vidon 車內 Vidon 車內 Vidon 車內 好,我補充一下 現在它都開得比較慢 所以邏輯上 是不太一樣 欸,直接有充斥了 欸,我們先講SUV好了 之前開過AMG的 AMG的相關的SUV在賽車上 也會出現一種淤淤感 就是它這個 很厲害的底盤的電孔 那你開起來你覺得即使過透 也不會太緊張 但是這個 它其實比較接近房車 它沒有那麼SUV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 房車的這個 應該說在賽道中的這個 我們講的轉向的這個 直接感 不是那種淤淤淤感 就會有部分貼近 房車的駕駛 單車高SUV的 在旁邊 現在是有些人 在旁邊 在旁邊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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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覺得最後一圈應該結束了 是複蕩圈 呃,大概還是很拚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電容使用力壓到滑門加熱 所以我整個剛剛才發現要到滑門加熱很緊張 3點9點這個問題要小心 當然加熱按掉就好了 好,應該試駕的分組就結束了 很遺憾的沒有試到Golf RR跟Tiroc RR的賽道 但是這就是這個實駕的安排 賽道上我們可以簡單來說呢 很清楚的在 對,很清楚的在這個賽道中熟悉車輛的性能 跟車輛這個賽道的表現跟極限的反應 等一下再找機會做詳細的說明 這是Golf RR的煞車 應該來講R系列有四個關鍵 就是四輪驅動、煞車、底盤電子化調校 還有再來就是應該說是一些 車型設定上的關鍵 那我們可以看到煞車有什麼特色呢? 能減輕煞車的重量 就可以在滾動的時候獲得更好的加速效果 所以它的中心是鋁合金 這個中心有鋁合金,一輪少了600克 那少了600克,四輪叫起來其實不小 就是我們講的 然後採用藍色塗裝的雙駁塞卡鉗 那這樣就讓這個煞車效果好 也達成了這個紐柏林很好的效果 我們講紐柏林它的測試 上一代7R跟8R呢 馬力只差10P 但是底盤調校差異甚大 所以都歸功於這些底盤的煞車系統調校 跟其他的這些電子的配置 還有車手的經驗 就會讓這些數值減少到20秒 非常的驚人 接下來是這個變速箱 變速箱DQ381的特色 這個變速箱呢 其實車手Benny非常的推薦 尤其是在買Golf R的時候呢 這個有Golf R的Performance Pack 一定要買 因為它包含紐柏林模式 甩尾模式 還有這個變速箱有這個S Plus 這個S Plus是Benny車手 在開紐柏林的時候呢 請工程師在旁邊坐著 他告訴工程師說 我在紐柏林跑升檔降檔的時候呢 什麼時候該升什麼時候該降 等於工程師記錄一下它的需求 把它的設定 設定出來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棒的 紐柏林的換檔模式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當然它也可以在賽道中開 它會降低這個換檔的頻率 讓這個引擎呢 都隨時在適當的轉速 那甚至有提到這個 我們講要扭力高原 40公斤米以上扭力高原 這個扭力高原就是協助你在加速的時候 平穩的加速不會猛爆 因為扭力輸出是恆定的 所以這個扭力高原 是加速表現好的一個順暢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是設定上面的優勢 再來就是我們有提到這個 可能會油溫會高會鎖檔的問題 他說主要應該來自於頻繁的換檔 就會造成油溫高 如果像這樣子換檔的頻率低 就二三檔再換 維持住高轉速 不要繼續跳到下一檔 應該就會油溫就不會那麼高 這是它告訴我們的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R-Bromos的扭力分配系統 那這個我們講 就是這個分配系統 它有這個傳動軸 加後面的兩邊的差速器 雙邊 這是一個剖圖 那它的這個雙邊的這些 電子離合器可以讓 我們講 行路上是百分之百輸出 其實不是 一個車有25% 就50%是前門四輪驅動 後50%是左邊25% 右邊25% 但是可以右邊50% 可以整個50% 就是你在左彎的時候 右後輪可以有50% 等於說百分之百的 後面的扭力輸出 就可以讓車子更快的推 那更快的推 是更快的推向走彎的角度 第二個就是更快的甩尾 這就是一個扭力分倒的這些特色 而且它用機械式的就是無段 它的變動的頻率 可以依照左方向盤的角度 它會偵測 所以這是一個 剛剛提到 紐柏林的工程之一 就是這個扭力分配系統 也是R的一個特色 福斯原廠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在R系列可以選配 鞋子管 就大家熟悉的這個改裝的鞋子管 那這個是現在在原廠可以做選配的 那Banny也講說呢 就是在這個福斯合作的這個改裝品中呢 鞋子管是應該說 建議大家也是必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配有這個電子閥門調整 可以在不同的轉速做閥門的開啟關閉 可以讓 而且這是鈦合金 它可以減輕7公斤的重量 所以減輕重量對於加速就是好事 再來是它有很好的聲浪效果 而且經過這個福斯的進口 有符合這個安全的那個噪音規格 所以在提款R上面可以做選配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好的選配配件 他們也強調跟這個鞋子管合作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更能夠讓R的車系呢 表現得更有駕駛 這個是一個配件的一個建議 再來就是講的EA888 Evo 4 都是用這顆引擎 來做這個應該說 所有R系列的這個提供 那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一個 不是說歷史悠久 就是說大家都很熟悉的引擎系 EA888 那它就是以300P到320P之間的動力 提供所有R的車系 再來是它的扭力也 應該說它的直噴的壓力也升高 讓這個直噴的效果更好 也符合這個環保需求 那整體而言呢就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在2.0的睡姿之下 有300P的動力 其實在台灣是相當經濟划算的 今天非常高興參加了這個 R Performance的這個賽道日 那短短的半天呢 但是體驗非常多也非常豐富 最主要是來自於這個 德國的這個車手 跟我們分享它開發的心得跟技術 還有這個帶來的一些紐柏林的經驗 那相信大家以這個國民品牌的價格 可以買到這個紐柏林的經驗跟紐柏林設定 這個我覺得在市場上也是很獨到的 其他的紐柏林設定呢 大概都要600萬 M-Power或者是AMG以上的價位 這個只要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經濟的性能車的選擇 又有蠻頂級的配備 那他們也提到說這些像SUV系列呢 其實都顧及了日常生活的需求 所以車頂不做輕量化 目的就是你如果車頂架要載物 都可以有原廠的10公斤的沉重的表現 結合生活、結合性能 然後結合駕駛樂趣 我覺得這個R Performance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